我们这个锅呢 还有一道拿手菜 叫什么啤酒鸭 这个鸭肉呢 跟鸡肉不一样 这种原料啊 是又腥又柴 能把鸭肉做好 还真是不是很容易 那么我们今天做的菜呢 叫啤酒鸭呢 它呢 主要是用啤酒 而不是用水 这样呢 就可以很好地去掉 这个鸭肉的这个腥味 而且我们在这做的这个啤酒鸭 和你以前吃过的啤酒鸭还不一样 很多人吃过啤酒鸭 大多是用那个啤酒 加了啤酒炖的 我们今天 是用这个收汁的功能 来做这个啤酒鸭 这样呢 就可以让那个啤酒 那个香味啊 更好地渗透到那个鸭肉里头 那个鸭肉的味道呢 更加浓郁 更加有特色 下面来看 咱们菜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这是我们呢 今天准备好的这个鸭肉 大家注意 鸭肉一定要剁成大块 因为鸭肉缩水很厉害 你要是剁成小块呢 最后做好之后呢 就剩下一小啤啤了 再一个呢 这个鸭肉需要焯水 因为鸭肉太腥 所以焯水去下腥味 这一点呢 是跟鸡肉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鸭肉呢 放到锅里头 来 咱们加一下这个调料啊 首先这个冰糖 鸡肉不放冰糖 这个鸭肉呢 要放冰糖 还要尽量的多放一些 葱姜 这个干辣椒去腥的 做鸡呢 加两个 做鸭子呢 我们就加四个 大料也是 做鸡肉的时候呢 加一粒大料 做鸭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两粒 再放几个香菇 这个笋片 下面呢 咱们加水 说是加水 实际上就是加啤酒 注意哈 我们用到的这个 黄门基功能 是收支功能 它标示是加三杯水 那好 那我们就需要加入 三杯的啤酒 在这个加啤酒之前呢 我们首先加一些酱油 然后我们来加啤酒 好 一杯 好 两杯 三杯 最后啊 我们还是需要加一点油 好 锅装好了 压好锅盖 启动这个黄门基 这项功能 好 一会儿呢 咱们再拿手菜 啤油鸭 就会自动做好 啤油鸭呢 做好了 注意哈 就是做这个菜呢 最后出锅的时候啊 油多的时候 一定要逼着出来 因为油多呀 它收支也不会很好 并且它那个肠根啊 也很难跟这鸭肉 能粘在一起 并且有时候 你会看到 它里面这个 汤汁太多啊 咱们可以用 干锅功能的 再收一次汁 这样呢 那个汤汁呢 就会变得更加粘糊了 这样的效果就更好了 最后收好汁以后呢 我们就这样 把它好好搅拌一下 你看没有 这个汤汁啊 收的是粘粘糊糊的 你这一搅拌以后呢 汤汁呢 就完全融合在这个鸭肉上面 哎 怎么样 看到没有 这样做这些鸭子呢 绝对好吃 当然我们不光可以做 这个啤酒鸭了 加上我们要是 用些辣酱什么的 就可以做出 大名鼎鼎的土匪鸭了 还有呢 我们要是用 用酒娘这样的调料做呢 还可以做出 将这一点比较喜欢的呢 叫酒娘鸭子